4000多这就行了 多多少啊 多多少 4000多这就行了 4050也是4000多 不要这么教条嘛 你这么教条不好 你不要跟我去 你要跟我去 我肯定比你害去 这个来乡亲的大哥不一般 全程谎话连篇被当场拆穿 之后找借口撒泼打滚不承认 连红娘都批评她太过分 刚才大姐问你 你咋不是如实回答呢 公司啊 这个红娘在这块呢 她能说话在水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中老年人相亲各种各样 奇葩事情绝不重样 老铁们点个赞 接着往下看 大姐你好 挺着急没 范大姐方龄60岁离异 住房面积42平 大姐上半生过得相当的苦 前妇是个爱酗酒 还打老婆的主 大姐经常被打的不明不白 一气之下从农村跑了出来 哎呀我这哭了一哭 哭 越嫌越生气 往前的上柜桃了 这一就 我前的就走了 大姐37岁就进城打零工 省吃俭用一克都不敢放松 再苦再累的活都是一个人扛 攒下钱后给自己在城里买了房 如此要强的女人 有什么择偶标准呢 那现在姐想找个啥样的 想不想回农村呢 不想回农村 我是在农村处着的 我就不想再回农村了 虽然城市套路深 但大姐一点都不想回农村 回农村就得天天烧火八炉龟 这白妮子粉都不能往脸上堆 还是诚意的生活好 没事拍拍视频无烦恼 我今天化妆 个个咋扮咋扮 漂亮漂亮 六十来岁以来也挺年轻 自我感觉啊 漂亮吧 漂亮就OK了 你漂亮你虽漂亮好不好 不过老弟就想问问 咱今天这发型是谁给输的 好像给你有啥仇恨似的 把头发都立在脑瓜顶上 是非得显个子高吗 还有这眉毛跟蓝毛毛重视的 原谅老弟不厚道得笑了 看这小区环境咋样 挺好的 嗯 相中没 挺好的 环境相中了是不是 嗯 他就是今天相亲男嘉宾 贾大哥方玲又是一岁离异 每月四千多的退休金由他管 没车没房也没存款 贾大哥是咱们的老熟人了 之前上节目相中了女富豪 开口就暗示要女方买车背下跑 不过这大哥求爱之旅没止步 上次叫小汽车泡了汤 搬着回到高地看房 把心为妆 门口你给我那个那门链的香 我家骑的你不知道吗 那就是这了 大哥你听姐的声音感觉咋样 声音挺清脆 嗯 跟你个什么意思 挺亲切的声音 是吗 你这红娘眼力价真的差 我这参观还没看完 你就瞎打畅 总回答你问题 多耽误我思考 我欣赏这小熏 你总是来干扰 这万一以后就是我未来的家 我得好好看看 然后记住他 得了 你也不让我仔细看 那我先上楼把房子看 今天怎么两位在家呢 大哥进屋一看 就惊得一身汗 这红娘也太猴哼了 直接给约了俩大姐 现在都这么开放了吗 眼瞅着大哥眼睛发直 大姐就开口说话了 这是我最好的姐妹 我粗条的同学 姐你这暴露身份了 我还想让大哥猜一猜 大姐说可别瞎扯淡了 万一猜错了 人家相中我姐妹了 显得我比闺蜜差 那我的面子往哪个 我说大姐啊 人家说防火防电防闺蜜 你这带着闺蜜来相亲 让人属实有点看不明白啊 咋的 你要是看不上 好让闺蜜接手啊 不过大哥可不管这些 直接仓观起了大姐的房子 新楼啊 刚刚说就的 这个家庭我一进来 最大的感受是 怎么样 一尘不染 感情就像 一尘不染啊 这话说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来买房子的呢 夹着个包还穿个西装 口袋里只有硬币响叮当 这气势好像死产过异 仔细一问没房没店 相亲之前就把房子看 你真不把自己当外人看 这多少钱啊 四十 这个房间我想比张人要这样多少 比这个和四千 四千多 我们坐这聊吧 大哥你是二手房公司吗 先问面积的问家 大哥包一扭小脑袋一歪 在心里直接算出了 大姐的经济实力 这不是那一尘不染 这个 这个就是 不符合我愿望 啥是符合你愿望啊 说白了就是 你在城里工作了一辈子 现在退休了 也没混个仪式一听来 于是就想着倒门 找到城市里有房的老伴 来满足你想住城里的愿望呗 大姐说这都不是事 她只想知道你到底因为啥离的婚 因为这可以看出 这个人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 什么原因 就是没找到 十万十万 那肯定十万十万 主要到我现在是在 工作吊转 当年 你可别裤裆里了 二虎 在这瞎扯淡了 别人不知道咱还不知道啊 你之所以选择离婚 就是嫌弃前妻是农村妇女的形象 你在失业单位上班 就觉得她给你丢人呗 但是大姐不知道啊 所以你这老灯就隔着扯犊子 大姐也没细想 说你这也很年轻 儿子同意你找老伴不 或者是同不同意 他都基本上跟我没啥来过 啥情况啊这是 你儿子都给你不联系 这男人指定是有点啥问题 这一俩之间肯定有隐情 不然为啥父子都不见面 儿子离婚的时候 回妈妈了 没回你 这你要细口啊 这话肯定就多了 你得给人家留 眼睛简单会大 这就是简单的 你说太龙胖了 它太多了 你这老灯套路还挺多啊 这事要是你占理 你能不好意思说吗 还嫌人家爱刨根问笔 个头不高嘴还挺损 食堂里的脸偶吸眼够多的 那得了 既然你不愿意回忆过去的事 那就唠唠未来咋打算的吧 那你以后咋打算咋办呢 是不是咋办 什么在积极地找老伴啊 你是真傻呀 还是口袋里盛米汤来捉糊涂啊 谁不知道你是要找老伴 不然你来这干嘛来了 是来姐们逗了子的吗 大姐问你的意思就是 你找老伴之后傻打算 是现在肯定是积极找老伴的 找了老伴之后你傻打算 关键您让我明白呀 真是曹丕的老丈人不说话 真鸡巴无语了 你还怪人家说的不明白 是你脑子里是缺根弦吗 这老灯是真不实在谎话连篇 那得了 我再好好提问吧 免得你又挑我 你家农村是那个什么房啊 什么房是专房吧 多少年 这房还不是我的 没房没样 还是你厉害啊大哥 这小脖子一牛耿耿的穷衡劲 让咱真正见识到了 为啥一个男人干了大半辈子 还没混到一套房子的原因了 感觉在你这咋这么理直气壮似的呢 那我明白了大哥 你不光穷横 而且朴信还自信 还有房就成家了 像你这种人 有房没房都没人看得上你 自己身高一米五还无比自豪 你是独准大姐眼睛瞎 还是认定了自己风流倜傥 魅力无穷啊 然而接下来的一个问题 直接把大姐惹毛了 我问你现在那个 你这工资有多少 工资啊 工资不多啊 两千 这块一出 连红娘都看不下去了 刚才大姐问你 咋不是如实回答呢 工资啊 这个红娘在这块呢 她能说话在水分 你这老的 打荡着全国观众的面 隔着撒谎撩屁呢 刚才要是说你不实在 现在就得说你人品差了 这摄像机还拍着呢 你都敢这样做 这要是私下里相亲 那不得胡悠上天了啊 你比那江湖老骗子还能骗 直接感性这个假的了 每个月花销可以在两千之外 问你公司 问你公司 开多些每个月 公司那肯定得 三四千的嘛 四千多 你瞅那嘴跟裤腰带似的 说松就松说紧就紧 哪天咱送你个苏菲350 你别哈喇子留一身 脏了人家地板 看看你这个德性 坐个沙发 也不老是晃来晃去的 咋的 屁股上安堂皇了 跟个不倒翁一样 当然大姐也不是个好胡悠的主 老灯你越是不说 我就愿意打破砂锅 问到底 问你公司开多些 每个月 公司那肯定得 三四千多 四千多 四千一也是四千多 四千牛也是四千多 四千多这就行了 多多少 多多少 四千多这就行了 四千零五也是四千多 不要这么教条嘛 这么教条不好 说太细了 有必要吗 没想到这俩人还都挺倦啊 大姐撸开袖子 他俩差点干起来了 真是屋里有人 这要是没有摄像机 我估计大姐 指定把骚扰头给干翻了 跟水俩乌乌渣渣的 长得不大 吵吵还挺能耐 一向喜欢活西迷的红娘 此时再也不淡定了 刚才大姐问你的时候 为啥说两千呢 我说两千花心 人大姐问的是公司 明明问的是公司 那我那我那这 我心说以后 一句话都讲 大哥你的嘴 比主叔的鸭子还要硬 这摄像头还给你录着呢 你耳朵里塞驴毛了 离那么近还能听不清吗 那得了 拉小黑屋里单独唠唠吧 那哪有不如实回答 我听你了 我心说以后 花休收费 那不可能 真的 大姐问得很清楚 问你工资多少 那我可能不进 没得算来 红娘你这是脸上套裤头 一点面子都不给大哥留 这红娘也是生气了 你哥老的我还治不了你了 你哥这说话心口开河 念不改色谎话连篇的 坐沙发憋尿 站着憋屁的 下次还想不想上 咱们节目相亲了 你以为我带你出来欺人玩呢 这边给大姐也是气得直吐槽 你说我本来我就知道 他工资是多少 四千多 是四千四五 我问他头一句 整个两千 哎我当时我心里 特别有方法 你就实话实说 多少钱 我约开多钱 就是开多钱 你开八千万 也不能说 求你要 对不对 该说不说 还是旁观之星啊 还是闺蜜看得明白 老头不就这点心眼吗 说一半留一半的 就怕大姐管自己要钱 少说点 大姐可怜可怜你 给你两个子呢 你这要啥没啥 还想吃女方 住女方的 还没等牵手过日子呢 就开始藏起心眼了 大哥一看 这一仗自己明显没站上风啊 那接下来可不能放松警惕了 必须搬回来一局 假如说咱俩 今天说 你也想说我 我也想说你 咱俩能我一起走 但是我希望你呢 能来到我这 不知道你 但是农村 我肯定是不去了 但是回去 要是说窜个门啊 回家种点菜啊 种点圆子 这可以 你瞅大哥这眼珠子 转得可比脑子快多了 可让我抓到画饼了 那我可得好好发挥一波 我想走的一些很难 为啥呢 因为他不让我这去 我也不能上他这来 你说话说你上往来 你都不上往来去 我非得上这来 因为男的在哪里 怎么也不能 你有点太教条 啥事 有个特点 那我还得 那死千多还不行 那你不得实话实说吗 说人家教条 咋看都是某人是缺调教吧 瞅着那小伯 梗子牛逼哄哄的样 看见都属实来气 还额着倒打一耙了 就你这表现还是自求多福吧 这次可没人帮你了 我说你都一亏 那大姐问你那事 根本这不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我的错 咋的 你还不愿意承认自己问题 感觉到很委屈 好像现场的都在欺负你似的 你不要跟我去 你要跟我去 我肯定比你还去 我乐个去 你挺硬啊 你脾气不好 轮卷人这块咱还没浮过水 不喷的话 咱俩来比试比试 高低让你见识一下 社会的险恶 亏得有摄像机保护你 不然大姐早就两垂头过去 把你干趴下了 我是故意找那个顶牛的画 为啥呢 他正好说不去 有些抓着不去这句话 瞅着没 这人这心眼子比真尖都小 这还在借题发挥的 此时的红娘就好奇了 到女方家去住 不就是你心心念念的冤枉吗 你不正想找一个 能就是说咱们到场边也好 能到女方这来的吗 但你感觉到说话上也不柔和 要说软饭硬吃这块 还得是你老假啊 不光养的你还得要温柔 你是香了金边的冬瓜 还是昨天晚上没睡好梦见了啥 可这大姐还是不死心 又聊起退休金怎么花的问题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吧 你就玩了点 对 就挑啥来 你就说你的工资 咱俩都走到一起 你咱安排就完事了 你能不能就是到我这儿住 咱们我今天不回答你行吗 你今天不回答我咱就等于 没入这个录像 我去通过电话在老板 这细节问题 大姐这话说的对 你啥啥都不说 还向个毛线的亲 红娘寻色赶紧找个借口结束吧 可这老灯又作妖了 电话留一下吗 后续继续电话沟通呢 还是怎么样 我这电话还没电呢 首先没什么 除光聪了 行 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吧 好吧 你这老灯 赶紧滚奴子吧 别搁这污染空气了 我都怕再唠一会 大姐的血压会被你气上来了 得亏大姐的脾气好 只不定一脚会把你搂到小区外了 显而易见 这次相亲也是以失败告终 要说这贾大哥也属实不靠谱 嘴里面一句准话 好了 关于今天的相亲 老铁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讨论 咱们下期接着聊 有个六七万块钱的外债 跟任何人在一起呢 希望他把这个外债能给我还了 因为儿子也是打工 两口子嘛 还得供一个孩子上学 我不想让儿子还 丧偶的周大姐来相亲 不想让儿子背负 老子治病欠的外债 反而要彩礼 让未来老伴承担 周大姐很明白 这个接盘侠很难找 只能在其他的要求上 降低标准 所以他给定的择偶条件 把人品好放来了的一位 周大姐很聪明 他非常清楚 只有好人才有做冤大头的潜质 首先一点 人心而好事 就是品质好 这个是最主要的 干净利索 没有太大的不良嗜好 偶尔抽个烟 喝个酒 打个小麻将啥的 这都不算不良嗜好 首先一点 是有劳宝 然后呢 他也得对我负责任 首先一点 我没有劳宝啊 周大姐连续三个 首先一点 都说了三遍 就不是一点了 说简单一点 就是人要好有同情心 具有承担债务的经济能力 和心理素质 其他抽烟 喝酒打麻将的嗜好 都不适适 碰巧有位池大哥 从河南回东北找老板 他要求的条件 与周大姐相符 这两人要是相亲成功 那可就是巧他 大爹娘遇到了巧 老巧小巧全是巧了 农村城市是不限制 只有55 到60 6012岁 不要太高个子 就瘦一点 不喜欢怕 我看着他好 他就好 标准没法定 我是全国包邮 什么意思 我可以去他家住 他可以来我家住 全国都可以 对 全国包邮货物自动上楼 石大哥是网络主播吗 这次整的挺有新意 照此下去 石大哥成为网红也是早晚的事 小编别啰嗦了 那编让石大哥喜欢 不高不安 不胖不瘦 鸟鸟停停走来的周大姐 已经进入了石大哥的视线 他被周大姐的身材惊道了 哎呦 哎呦 咋了 太时尚了 太时尚了 太时尚还不好吗 也养不起啊 也挺瘦的 瘦 所以他也喜欢 不要太胖 还没到跟前 周大姐就看到 石大哥 建硕修长的身姿 他若是听到 刚才石大哥 那句气馁的话 会不会转身就走呢 幸好俱乐园挽救了 这次乡亲没有半途而废 你看小河边 见面乡亲 空气清新 气氛浪漫 两人见面握手寒暄 石大哥第一印象是周大姐身材好 没说长相怎么样 距离近了周大姐 感到石大哥长得着急 都六十多岁了再不着急 不管多稳重也是昔日黄瓜 青春一须不复返了 幸好周大姐也没追着不放 坐下之后主动介绍起了 自己的情况 周大姐一番话说的非常流畅 信息量挺大 总的来说就是没收入没存款 简单说就是三个字我没钱 我现在没钱将来也没钱 此时的石大哥没有对这番话做出回答 反而在抠抠搜搜的找东西 石大哥说是记不住 拿出纸笔作相亲记录 这举动不仅把周大姐整的云里屋里 就算是红娘都十分的费解 石大哥咱能不装吗 就这种点基本情况还记不住吗 有时候好多人给我打电话 别的你给我打电话能记住吗 你就怕弄混了呗 对 寄个人的信息好寄 要短时间寄多个人的情况 就不简单了 因为寄的都是相亲对象的资料 万一把信息搞错了 来个张管李带见了张姐叫李妹 出酒不当紧 错过了美好姻缘的不亏死了 那么石大哥到底还和谁有约相亲呢 明天十二点半 就是相亲相爱 你去录像 那你这造紧忙活啊 你这 那不是那凑到一块了没办法 看来就为了找老伴 找好几个相亲平台呀这是 那不是概率高一点吗 广撒网多下调广众博收 这确实是一种提高成功率的办法 那么石大哥这么急迫的找老伴 说着急播种生宝宝 那是不可能的 难道说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现在能动啊 不能动咋 谁给你倒水啊 谁给你做饭啊 当然有病 谁给你打120啊 谁给你收尸啊 你没到年龄 你到年龄 你就知道 那个害怕 那个苦 男的女的都一样 在衰老面前男的女的都一样 面对衰老之后的孤独无助苦恼都一样 经常有朋友在评论区游言 人老了自己过不好嘛 自己做饭自己吃不香嘛 石大哥的这些烦恼和苦楚 就是老年人将要面临 还要必须接受的现实 小编别在这里感慨了 快回到乡亲的现实 你看小河边 周大姐和石大哥还在忙活呢 反正你就记住呢 我没有劳保 我记住了 没有存款 不怕 没有房子 这不是问题 就是如果呢 万一咱俩真的能够在一起 首先一点 你得考虑 这后半生 你得养活我 是啊 你把这些都能记住了 你就看看 能不能接受 就行 周大姐在一边说 石大哥边记录边回答 这些情况前面也说到过 都在石大哥的预料之内 他回答的也是相当的干脆 不是说不怕 就是说不是问题 一个好男人的形象 逐步在周大姐这里形成 可是石大哥对于简单的基本情况 都要拿笔记录的现象 让周大姐感觉 他是不是老年吃的帕金森呢 咋说呢 他的脑袋 你就像比方说这个记 那你就这点事情 是能很好记的事情 他都记不住 所以我就认为 他脑子是不是有健忘症啊 健忘症也好 帕金森也罢 随周大姐怎么去想 总不能直接告诉他 石大哥多个相亲对象的现实 如若这两人有些要演 那就等两人粉末登场之后 让男主石大哥自己去解释吧 只要现在周大姐不揪着尾巴 不放手 相亲就能继续下去 你看没等石大哥开口介绍 周大姐就主动了解 石大哥的情况了 这个老伴是 老伴第一 离婚几年了 离婚一二十年了 那你这退休了吧 对 那个老伴一个月多少钱呢 不高 三千一百块 退休金也不高 仅仅三千多元 离婚好多年的石大哥 论再婚的条件不是很优越 说到这里她的自信心 随着她说话声音的降低 逐渐下降 那边的周大姐倒是没在意 又开始关心她的家庭情况 那你现在跟姑娘在一起生活啊 不在一起 她在乐阳 我现在在双阳山 那买了一套老房子 比方说 就来这边生活行不行啊 那这生活 你家有房子吗 我没有房子 这边要买房子吧 也挺便宜的 买房子再便宜 也是一项重要投资 哪能说买就买 主要还是要看有没有必要 有没有经济实力 这个问题的提出 让石大哥猝不及防 他不知做如何回答 就在这时一阵凉爽的小风吹过 打破了现场的尴尬局面 石大哥猝虎虎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 随着那震凉爽的小风 河边的温度庞佛还在降低 乡亲的气氛也跟着凉爽了起来 出现这种情况 就要看红娘现场的驾驭能力了 对不对 你看红娘晚去把石大哥遇到甲山市大树下 两人开始窃窃私语 不可能 就接受不了 对 那钱不能都花到那上 那要花到将来你有大病的时候 你老的时候 需要人的时候 需要找保护的时候 知道吧 就是 钱呢 现在如果买套房子也够 但是咱不想说把钱 因为你现在有房子 就不想再买套房 把钱花在这个上面 红娘明白了石大哥的心思 经济实力不允许在房产上投资 她根本就不会考虑买房的问题 因为她的后顾之忧都排成了一大串 周大姐的这个提议 让她喘不过气来 戴红娘寻了才知道周大姐提出买房 并不是硬性条件 就说要在这边买房呢 只是我顺带问的 这个不是主要 也不是必须的 不是必须的 如果处得好 你也可以到黑龙子 可以 你这属于城镇 不是 农村 农村 对 农村我养你啊 对对 我三千块钱不会养你啊 农村后果不可怕 最可怕要求条件才高 经历了刚才要买房的惊吓 石大哥还在干颤 农村户口没劳保都没问题 就怕狮子大开口 不和时机漫天要价 那才是石大哥最怕最怕的 因为啊 老太太在婚药材里 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表面上周大姐说的轻松 实际上此话说出 他也是一点把握都没有 石大哥此时又陷入了沉思 咱说这个周大姐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为了不让儿子担负债务 拿自己这一百多斤五十八年的老身板 换六七万块钱 偿还顾去老伴治病的欠债 小编说到此处也是一声叹息 都是因为钱的 金钱不是万能的 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 同样在经济上并不宽裕的石大哥 会是那个接盘侠吗 受我直言啊 你这个事不太好办 我认为不太好办 石大哥的一句直言 两个不太好办 周大姐 应付着一个无奈一个无助 看来俩人没有共同生活的契合点 财不到位 似不够香 石大哥周大姐 还要在背道而驰的相亲路上 继续寻觅能给予温暖和依靠的另一半 此时的石大哥一肚子闷气 再次来到甲山市大树下 向红娘诉说中场 他有外在要还 一百个九十九个都不成 你都不是真正找人过日子 少废话跟的人都少废话 不要财底 大家继续财 药材里 药材里的鱼律都不行 对滚蛋 不是石大哥没教养没文化 偶尔抱点粗口方险男子汗气魄 不仅要该出手时就出手 还要该出口时就出口 别忘了一句网络流行语 忍一时乳腺增生 退一步卵巢囊笼 周大姐是身邪此道 你看他对待拒绝 表现的也是那样得体 我知道了 就我这种状况呢 他办不了 祝你能够早日找到一个心仪的对象 周大姐对石大哥的祝福 也是朋友们对二位的祝福 愿有情人忠诚眷属 愿老年人老有所爱 不再孤单 谢谢您的观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 这么漂亮的人 这么优秀的人 真的能看从我 我都晓得有点差 这位73岁的大爷有点激动 因为他在我们的节目上 被一位漂亮的大妈相中 所以让他觉得有点受宠若惊 那相中她的究竟是个啥样的女人呢 你好大姐 红娘甜甜 徐贵萍 徐大妈70岁 离夜 退休金每月2400元 无住房 暂时住在妹妹家 这个是 我妹妹 这是我大姐 她老是我老大 啊 妹妹今天陪着来的 徐大妈在68岁的时候 便和丈夫离了婚 离婚之后 两人把房子留给了儿子之后 她一直住在妹妹家 徐大妈曾上过一次我们的节目 但没能牵手成功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人 让70岁的她又产生了心动的感觉 对节目里边的哪个大哥挺有感的 15天 15天吧 我看了那节目不得我看 哎呀我这也是行啊 不论是在性格上还是在人品上 习大爷都让徐大妈非常的相众 饮品 饮品挺好 真的 因为她性格好 哎呦不是这些 因为我性格就好 不是急着着了的 文章 卖油 我就这性格 哎我走太阳 喝得来 看有没有眼儿吧 大妈觉得习大爷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实在人 觉得和自己各方面都挺合适 于是她给红娘打了好几次电话 一定要和这位徐大爷见上一面 大哥 这个是今天相亲的大姐 这个是大姐的妹妹 陪着你 这家名好 我姓徐 徐桂平 大哥用不用介绍了 我电视看着过来 是 电视看着过来 一见面 徐大妈就夸起习大爷来 电视看着挺好的 我还和我妹妹说呢 这也挺好 你看是过日的 没看出来 看到乡仲自己并奔自己而来的徐大妈 加上刚才听了徐大妈的那番话 让习大爷竟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这么漂亮的人 这么傻的人 这么优秀的人 在我面前能得上 真的能看从我 我都找着有点差异 看着出习大爷对徐大妈那是非常的满意 一向不善言谈的习大爷 竟主动向徐大妈介绍起自己的家来 这不是楼下这层吗 这层也是有洗手间 厨房 厨房 厨房也跟这楼上一样的 这个厨房就是一个小院子 现在有重点啥 都看了一下 来到习大爷家的这个小院 徐大妈表示非常喜欢 喜欢吃啥小餐呀 重点 小白的小生餐 小香菜都行 通过和徐大妈进一步接触后 习大爷对徐大妈的好感度 又增加了许多 此时的习大爷竟有了这样一种冲动 我就想吧 就把自己最好的表演出来 我都想说了刚才的时候 我说他说那啥 讲来那啥 我说讲来这些大爷花 我啥都听 啥都听 把大爷激动的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接着他又当面夸起徐大妈来 不光是长得念心 心态也念心 主要是性格能喝得来 他也不急着着了就先知道喝 其实有啥说啥吗 他啥事都做半天的 怕人家说这嫌恶的人 没事 那怎么说 你得有啥说啥 谁也不成全本活的 对 对不对 显然二人是真的对上眼了 而此时的习大爷已经沉浸在幸福之中 一气洞习大爷的眼泪都流了下来 真是百分之百的事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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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没有 谢谢你们 他说真的 真的 这真是百分之百的事 还没放弃我 我现在觉得你流眼泪了吗 啊 激动呢 哇哟 真激动呢 咱习大爷之前已经相亲过好几次了 但每次都没能牵手成功 就在他以为自己的婚姻无望时 竟被这么温柔漂亮的徐大妈相助 这让他怎能不激动呢 此时的习大爷决定要好好的抓住这次的缘分 现在这步我心中只有你 你放心 真的 咱到一会儿的话吧 我百分之百人的啥 就是啥都以你为主 行 那我就心里很高兴了 向徐大妈表明自己的心意后 他觉得表达的还不够 于是习大爷决定 还要把自己最心爱的礼物送给徐大妈 这个灯 你看这个灯也比较好 就他们要吧 我们学的给他们 我是想来我有比较我贴心的人我给他 难怪 像台灯一样 对 还挺亮的 你看这还好看的 完了还有 还有 还有闪 你要喜欢都给你 别看着不起眼的小灯 但这是习大爷亲手制作的 在他心里 这些都是他最心爱的宝贝 一般人他都不给 面对心意的女人 他愿意全盘破除 在习大爷做这些小灯的时候 就曾经幻想过这一天的情景 今天终于如愿以偿啊 他终于把自己最喜欢的这些小发明 交到了他心意的女人手中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兴奋的习大爷要用一首诗 来保达一下自己的心情 心在跳啊 情在烧 他忘了很久 这一天终于来到 有人爱的感觉真好 相互理解 相互关照 为了幸福 我们共同操劳 也祝你们俩能够白头想 白头想 最后两人的相亲宣告成功 你觉得这两人会是真正的一家人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找的一项是吧 比方说一个月给我多钱 比方说给我两钱哈 生活配合 对啊 我上别人家给别人家做饭 你知我挣多少钱吗呢 但是阿姨 挣四钱 阿姨你那是保姆 你不是个人过日子啊 这也是过日子啊 钱钱钱 还是钱 老年人在婚开口闭口都是钱 今天故事的女主角王大姐 没有任何悬念的让钱卡在了嗓子眼 还把干保姆和再婚生活混为一谈 把见过形形色色大姐的红娘一夜的构相 保姆和老伴的根本区别在于 请保姆是雇佣关系 金钱是这种关系的纽带 婚姻是一种互惠关系 感情是这种关系的基础 换一种说法 就是和保姆的关系 只有用金钱解决 和老伴的关系 可以再被窝里协商 可是王大姐作为一个健全的正常人 能把两者混淆的如此拘匀 那可真是下足了功夫的 这是不是和他的社会经理有关呢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支持 原来王大姐有钱车之鉴 老爸和后老伴的生活冲突 全部归罪于金钱 都是金钱惹的货呀 可是这个罪恶的东西少了又不行 所以王大姐找老伴 就有了钱多多是第一 哪怕是找个年龄更大的 我也不想找跟我年龄差不多少的 你知道吧 我就想找个就比我岁数大点的无所谓 但是工资必须得高 我就想那就是说 出去旅旅游了 出去玩玩啥的了 如果就挣三千块钱 哪有钱出去旅游啊 这下咱弄明白了 王大姐的目标是想找个有钱的 可是工资收入高年龄相仿的 未必能够看上他 所以宁可找个年龄大的工资收入也不能少 自己每月收入三千元 满足不了他的旅游消费 找个老伴就是用来为旅游买单的 老铁您看小编差点忘了正式 相亲节目的男嘉宾到现在也没出现 千万别让他猫起来 把大姐和红娘放了鸽子 其实不然 他现在和大姐近在咫尺 前面这位搭了的脸 闷头开车的就是男嘉宾高大哥 只是满脸阴云憋着一肚子的火一言不发 和刚才在车站等待王大姐时的心情 那是天壤之别 阿姨 这就是高叔 你好 谢谢王阿姨 总的印象还算可以 还可以吧 就是不是特别烦人 但是就是瞅得是大点的 就感觉不舒服 在车站匆匆见面 两人感觉还都可以 只是王大姐感觉高大哥岁数大了 看着不舒服 明明知道人老了 看着不顺眼 你偏偏要找个年龄大的 那能好看吗 熊掌鱼不能见得的道理 还用我来说嘛 王大姐能不能接受高大哥的资荣呢 这还要看他的经济收入情况 万一自己时来运转 遇到富翁一枚 那不就赚大发了 对吧 还是先看看他家里的经济情况 是否值得处一处 万一要条件特别好 岂不是调到了金规 可是接下来的一幕 令王大姐大跌眼镜 从外表一看就坑坑洼洼洼洼洼洼洼 高大哥你开这样的豪车来接王大姐 也难怪他看不上你 此时的王大姐心里已经是凉了一半 人看着老 车看着破 就剩下看看工资多少了 接下来咱看看 高大哥经济收入 能不能让王大姐满意 王大姐此时的心情 已经是拔凉拔凉的了 为了找个工资高的 年龄大了没关系 可是现在高大哥工资这块 又令他大大的失望 三千元工资无法满足他的需求 无法让他过上理想的生活 放弃了熊掌 鱼还吃不饱 这可就亏大发了 他实在不能容忍 就是阿姨你就是花香很大吗 不行吧 不是花香很大 但是我想过那种的日子 这个数月工资不满足的要求 再继续给你找 你也让我知道 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呀 你别管我想过啥日子 我想长得 就是说比我岁数大 必须工资五千 往上的 王大姐不管旁边开车的高大哥 是怎么想的 尽管信口开河的狐咧咧 最后把红娘也积烦上了 这时候高大哥实在无法忍受 左脚很明一踩 车虽然破点外表也皱巴 可是刚刚年检合格的 制动一点问题也没有 不拉一声破车停到了路边 老高不拉你了 哪儿凉快哪儿去吧 车停了人静了 高大哥还是徐着进曹营一隐步伐 王大姐无趣的下了车 走到路边还在不停的和红娘抱怨 感到自己很委屈 找对象是吧 我那也不想跟他生那个气 就比方说一个月给我两千 生活费我 对啊 我上别人家给别人家做饭 你以后我挣多少钱吗呢 但是阿姨 挣四千 阿姨你那是保姆 你不是跟人过日子 王大姐呀 你刚才还说 干保姆每月三千元 不能保障你出去旅游的消费 现在就成一个月四千多了 工资涨得够快的 那既然你感觉找对象不如干保姆 继续干就行 别来相亲了 何必在这浪费有限的社会资源 还在说找对象和干保姆都是过日子 那你就生活当中 你说豆饭呢 洗衣上擦地上 也不是女的事吗 这也是过日子 王大姐这样认为也未必是错 那就看保姆和主家关系处理的怎样了 要是关系好每月四千多 继续干保姆就行 方便享受你想要的生活多好啊 何必非要来相亲找老伴呢 其实这和王大姐的人生经历有关 自己的老爸在婚后生活的不顺心 归结起来就是因为钱 所有的矛盾焦点都集中在一个钱字上 老爸在婚的教训 成了王大姐找老伴的经验 为了将来经济生活的宽裕 不惜放宽对老伴的年龄要求 也要找个工资不得于五千元的 但是这个硬性条件 在和高大哥见面之前 她从来没和红娘提出过 红娘白为她操心受累了 看来王大姐一厢情愿 把本地的风俗习惯当成了全网通 所有老年人相信 都应该是老财迷对铁公鸡 针尖对卖王 这只能是提高了 相亲节目的娱乐性 对于老年人再会没有 丝毫的指导意义 还会释放负能量 你看你的一套操操作 把纳德来接你的临时司机 相亲节目的男嘉宾高大哥气得不行 高大哥一句让他玩去吧 这今天的相亲画上了句号 为什么老年人找老伴 总是在钳子上出腰额子 这是生活所迫 还是老年人过于物质 其实归根结底 还是养老问题 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谁都会老 谁也怕老 作为资深的老年人都不怕吗 老铁您说呢 我是66年 67年 数码的 数码的话 但是你说 码 码 码 你也说鼠 像那个吧 首先它是迷信 对对 第一是迷信 第二是人家指的是原配 就是那什么 二分之假的 我两千二吧 两千二 咱俩七千多块钱 你愿意咋话咋话 你说剩一千吃 咱就一千吃 你那个时间都买衣服都不过 要不然咱就不过 过咱就像样 必须得是像原配复习似的 我主要啥的呢 我就是现在差在哪呢 我跟你说 十二十说 就是我想过二人时机 我在家做衣服 啊 是我看着这个 那这些机器很能啥吗 你做啥衣服 就做西服 这样看着 我看看 就这样是这西服 那些都拿走的 就剩这一件 就做男装西服 对 就做男装西服 这些嘛 给它合成 那你这不需要量纸什么的 不用 它们都量好了 它们接触顾客 我不接触顾客 那时候 小的时候 就是跟一个个人 一个男方人 一个师母 那刚才 十九十二十那包学的 一直干重些年 哎呦 花钱定有很少 也就买菜啥呢 我穿衣服啥 也比较细致 我这个人 就是不是那么浪费的一个人 啊 习惯 你看我也不走出屋 买些衣服我也没用 我这没啥挑 这个裙子啥时候买的 昨天嘛 昨天你给我发信息 我都没看着 回家了我才知道 你昨天新买的裙子 昨天新买的 背得见面了啊 对啊 这不还有孩子没结婚呢 翻上去 我孩子都不用管 孩子都自立的 男孩 在哪儿啊 在那个商场上班的 也在捷律室啊 那销售的 你看我这五个没提供 你老妈进嘛 有时候我俩就在一起 母亲多大 得大岁数了 嗯 七十五 她爸是06年走的 17年呢 她是得脑瘤 脑瘤 她长的位置 不能手术 因为手术就不下 她有时头疼 那时候岁数小 也没闲 从八年到走 多长时间了 我请你 两个两三个月吧 看到今天就没有 不良嗜好之后 不抽烟不喝酒 这方面挺好 家里那么干 让人干净净凉 继续搬男的 就是这么干 就好像你手 人还挺有正事的 你看又有退休金的 也还整了一个第二职业 那花我就特别喜欢那花 拿啥东西 我买一件水果 买水果了 那拿着 拿着呗 叔这礼节上到位 买几样呢 叔啊 四样 四样水果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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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意思 行 来 好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卢叔我给你们介绍了 看电视上 卢叔 对 电视上看见你 你好 你好 电视上看见你 这个一直关注我们 原来不晚 但是呢 没有勇气吧 我们要 看着你来就鼓足勇气了 觉得你太好了 谢谢 你这个照顾穿的裙子呢 不是特意为了见鼠买的吗 是 我看 感觉那个穿的 好像特别胖似的 觉得显胖了 是啊 白偶 昨天 昨天就在 为你的特意出去 就买了个裙子穿了 电脑 怎么穿瘦一点 素牙一点 对 看着书本人 和照电视上 感觉 好像比电视上 好像更年轻的 感觉人的演员挺好 一瞅就感觉立足 能搭 七十五分八十分那样 人不错 人你还挺根本的 绝对是过日的 这一点我绝对想中了 那这刹那会刹哪 你看到那牙吗 特别四万素牙 啥的四万素牙 四万个牙去黑 是啥造成那会儿叫 就吃的药 吃的药吃的 是四万素牙呢 我挺介意 你的牙是啥 就是我的牙就是 这是我这个岁童 那个年代 不用 那个你总生病了 我妈给我吃那个四万素嘛 就是消炎感冒 那时候去国了 就吃那个 给我吃着这样 行整整这牙 这牙又说话 我就不敢整嘴 也觉得一点 那这样我必须 我给他那个啥弄 他说他这个牙 以后想整一整 那服饰员床 他就心里不得劲 你是奶飞旧的 我没有老板 所以你这是在家最一部吧 几个孩儿 一个 一个儿子 多大了 29 没结婚 但是他也不是负担 他挺好的 孩子也支持 那不行不行 孩子没结婚 你说他像这些孩子 你到时候你拿不拿 负担太重 不行 孩子最方面是找人家 我就找谁也不给谁 不给谁那个天赋的 这个意思 嗯 那儿子在这边 人家就说不用你管 你心里头也觉得没底啊 我都能说不用管 你看哪个孙子用管呢 都不用管 完之后等你们一走了 完之后过几天 你看都变了 你也是怕以后有负担 就肯定的 你就记得 我主要啥的呢 我就是现在差在哪呢 我跟你实话说说 就是我想过二人世界 我知道理解 就现在不能这样 对对对 我冬天要不要得上海南那边 我妈妈老娘也说了 就是你走你的 你不用管我 那咱们到时候你 到时候能做 是 我知道 对对对 那能这么做吗 老妈自己来这 咱们上海南带去 那可能吧 那可不 那假如她身体不好 那也粗粗也十一回 不是那么事 没事 你怎么那啥 我都支持 行 原本啊 那是 没事没事 那我们就走了 那有合适的在介绍 那行 我帮你们拿 谢谢你们三位小姑娘 也谢谢男嘉玲啊 你说 乡中你的人也挺多的 给你介绍 我看这是几个了 给介绍啥的 这都没合适 这咋整啊 失微失望啊 这个是差那么一点 差一点 差一点 这个关键你 条件优秀 然后要求也挺高 我爸心里头给你介绍 不成我心里头 他老觉得 挺不得劲的 谢谢 那属不这样 你说你说 我们也是这么老远来 给你介绍的 第二呢 是最近相助你的人也多 今天早上还有一个 大电话来 说想见见你 也正好也是吉林式的 咱就今天 趁热打铁 再看一个 可以看 反正现在这个 一的情况吧 就是大致的条件 我知道 就符合你的标准 但是具体的这个情况 我跟你一样 也不是完全了解 咱俩就 我现在就跟他联系一下 然后看看他 要是今天有时间的话 咱们约个地方 见见面 好好了解 自己多一次机会 是不是 好好好 颜希伦 五十六周岁 离退休金 两千两百元 每月 居住地吉林市 与儿的同住 一个而战 以成家 好看 行不 行不行不行 也这样是 你能刮风刮的 他个人挺矮的 高啊 对 你好 在那儿呢 你好 我俩也是第一次见 你好 你好 还是跟书 认识在电视里看见了 在电视里看过了 颜希伦 对 颜希伦 颜毅 颅毅 颅毅 未来熟过的名 对对对 谢谢 彼此感觉 会员而来的 会员而来的 谢谢 说跟电视里 有没有区别啊 看看 头外流长了 然后晒黑了 这个卖花卖的一些 像是个头 一些我看到 但是你在电视里看 你干啥挺高的 现在比七十五以上 你都不看见 那就没有 人挺好 人不错 挺好 还可以 因为年龄还挺年轻的 就是稍微个头 稍微矮一些 如果各方面啥的 条件啥的 都会去 也行 挺好 挺舒服 我喜欢小鸟一银这样的 我感觉它挺女人的 挺有女人的味 哪年呢 我是66年 67 嗯 数码的 数码的 什么呢 就是 哎呦我好像喝数码的那种 嗯 很像 好是不好啊 啊 哈哈 你是数什么的 我数号主呗 啊 数他的话 但是你数 马 马 马 他数 不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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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这一个 是啊 不是 你说我 你人家说鼠家那个吧 首先它是你姓 对对对 是 第一是你姓 第二是人家指的是原配 就是那什么 哈哈哈哈 对 这些吧 我觉得人到这个岁数 是 鼠你应该能活明白了吧 没问题 还看鼠家 是吧 就说这个意思 说这个意思 多便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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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卢先生 哈哈哈 想得周到 嗯 想 你不可以那个 你来耳朵啊 你咋又 太心情了 哈哈哈 这都记得 是啊 哎呦这么美啊 啊 你看我这么近啊 我这么近 没时间来 没来 叔太忙了 一天一夜知道哈 每天可以有花觉吧 对 今天那点自我 他早上三点多 两点多 两三点吧 就得起来去 嗯 搞事儿去卖瓜 嗯 啊 还得起早卖瓜 对啊 起早餐 还挺就是一种爱好 一个 锻炼锻炼身体 对 动动大脑 哎 完了经历上还能 换一点 收入点 哈哈哈 你不是真 超过勤奋 还是真心 看出来 看出来 哈哈哈 只能看出 本人有什么 失望的吗 哎 那倒没有 哈哈哈 失望的 哈哈哈 挺帅的 还挺帅的 还能干 你一个吸烟吗 我不吸烟 喝酒 我也不喝酒 麻将呢 麻将也不会 跳舞 跳舞也不跳 他啥都没有嘛 这样的 不抽烟不喝酒 不跳舞 不打麻将 这四百是最关键的 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原先是华为的 华为集团 啊 华为的 啊 你是华公司 我计划退休的 计划退休的 你现在退休金多少 两千多了 两千多了 好滑了 用不了 你看爷 一个穿着啥 你能不能看出来 就是你是一个挺爱达的 挺爱美的人 能不能看出来 干的力的 哎呀 干的力的 那真说要真走到一起来 所以你喜欢穿点 一穿的一块都不便宜 你这行不行啊 这些钱 你愿意怎么花怎么花 你都买衣服 只要有我一口吃就行 你愿意咋花咋花 这么看看 一口咱俩 你是两千几 我两千二吧 两千二 咱俩七千多块钱 你愿意咋花咋花 你说剩一千吃 咱俩一千吃 你那个钱都满意我都不过 这事不过 你的意思就是工资卡 就交给你全权管理 对对 我不管给钱过日的 就是这一点我是必须的 必须的 要不然咱就不过 过咱就像样 必须的是 像原配夫妻似的 是在家里 就是一心一意过日的 外面学到什么也没有 挺敞亮的 这方面 挺满意的 对于我来说挺好 我最相望的是二月世界 能走 说走咱就马上走 说完咱就马上出去玩 我就想过这种生活 二人世界 好像稍微有一点困难 为啥呢 有的时候他们要是说 有点什么事情呢 我就得帮着接接孩子 我现在呢 就是因为儿子和儿媳妇吧 就是这个工作上 上下班这时间 稍微有点紧张 就是说和孩子接受 这个有点先接不上 我呢暂时帮忙先接一接 慢慢稍微大一点的 就不用我了 我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接受 他说一年半年的无所谓事 这个都可以理解 谁家没有点事 对不对 咱们要走个十年半个月的 这个没问题 没问题 行但是没问题 十年半月的没问题 没问题 因为这个年龄呢 趁年轻的时候 能走的时候 就走一走也挺好 当着什么呢 当一种消遣的 多恋了 错到那了 比如说咱们天天我去接 对不对 我心疼个老伴 我去接 对不对 还行 挺好的这个男生 说话了也挺文明 也挺挺有成寿的 她的性格啊 长相啊 做派啊 细节 各方面 都比较不错 都挺满意的 都挺满意的 有没有啥最满意的 都挺满意的 太不容易了 跳不出来 这么挑的一个人呢 就会终于 跳不出来问题了 这个真跳不出来了 那个给你带个花 你好 还有礼物呢 我看看 来这里呢 哇 这个 这么大花 这么大呀 那也拿不出来看啊 这是啥 这是不是善茶花啊 对 这个 善茶花 送你一个相当爱情的花朵 这是我自己养的 来我这已经四年整 五年头了 她还有个花语 理想的爱 啊 这是终于遇到的理想的人 对对对 然后把这个爱送给她 送给她 太浪漫了 希望我们的爱能够变为现实 谢谢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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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真好 祝你们幸福 祝福 非常祝福 来吧 太谢谢你们 祝福你们 谢谢 走吧走吧 慢点看啊 来 拜拜 你说啊 拜拜 没事 搂搂我 抱抱我 亲亲我 我就喜欢浪漫的老头 别一本正经 那没啥意思 61岁大妈来相亲 只想天天和老头亲亲抱抱 举高高 扬言必须要找个不正经的老头 越坏越好 都说女人会撒娇 男人魂会飘 这次来相亲的大妈 绝对能迷倒不少老头 啥叫天能之德 就是孩子旁边就叫天能之德 不是有钱就快乐 其实你说我缺钱吗 我要房子有房子 我要哪有啥 我找老头 我又不是说 我找他我就为他吃饭 我找他会有定处 这些都不存在 这次来相亲的是61岁的李大妈 退休工资3800 大妈啥都不缺 要钱有钱 要房子有房子 唯独就缺了个老伴 大妈找对象只有一个要求 不能太老实 越不正经越好 你别看我60 我心特别年轻 我就喜欢浪漫的老头 别一本正经 那没啥意思 你长得喽喽你爸爸你 我就喜欢这样人 没事 年年糊糊糊 没事喽喽我爸爸我 亲亲我 大妈就想和老伴天天年年糊糊的 最好是能拉丝的那种 没看出来大妈还是个恋爱脑 赶紧爱特你的好闺蜜 老了可不能变成大妈这样 红娘给介绍的是70岁的胡大呀 这大爷找对象的要求 那是相当的高 自我感觉我个人条件还是可以 我的人品和我的修养 应该说在男童子当中 我不敢和别人比 我因为我还是上层 要么我就不找 要找就找个可心的 情商 智商 导演的 能和我说话 能在一个频道上就可以了 感觉俩人搭的扣衣 感觉不搭的扣眼猪子 红娘马上安排了俩人见面 刚看到大爷 大妈像是找到了初恋一样 一眼就相中了 就是一大眼一瞅 这眼就挺顺眼的 像我就喜欢个高 对的印象不错 大妈 咱相中亏相中 能不能收敛一点 现在的大妈 就像是那大灰狼 看到了小白兔一样 刚坐下就给大爷来了段表白 就你这样 我都能比较 我爸 我告诉你啥 我挺在一个的 因为我爱人就高 我就喜欢个高 是不是 大爷是万万没想到 俩人相差将近十岁的情况下 竟然还能拿下大妈放心 果然恋爱脑子女生最好骗 马上就介绍起了自己的职业 净整些专业的词 给大妈迷的不要不要的 我在一家公司做法务 我现在社保公司少 法务 律师 他不是律师 但有点那意思是吧 对 那你挺厉害 还要第二职业呢 我不是除了这个行业之外 我会干别的 你比如说干一些企业的 什么策划呀 或者是销售的这个规划 你挺厉害的干嘛的呢 看大妈这迷茫的小眼神 显然大爷在大妈心目中的地位 蹭蹭的往上涨 一度的让大妈感觉自己都配不上这老头了 忍不住的又给大爷表白了一顿 我觉得我好像配上他 他说我觉得我也配上他太厉害了 你就是跟他俩 我只认识仰慕他 我只认识仰慕他 哎呀老头你太优秀了 那我俩再结果我就说 老头你太优秀了 演员没问题 条件也没问题 就当我以为俩人能牵手成功的时候 大爷的一个想法 直接结束了相亲 您会开车吗 不会 说这个是个遗憾 我为什么说这是个遗憾呢 我的想法就从现在开始 有老伴以后呢 我就尽情地享受生活 你说咱自己开车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想在这里玩几天就玩几天 没有你没有车的话 你打车有时候到农村去不方便 大爷您是来找对象的 还是来找司机的 都是老年人 为啥大妈得按照你的想法来呢 咱要出门 坐公交车很方便 不行咱就打车 再说咱轻易也不出门 就给家这一片丁 用不上 咱们出门吧 咱就出来一遍 这有点遗憾 咱就打车 眼看和自己不是一路人 大爷主动地结束了相亲 关于这次的相亲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讨论 点赞加关注 再看不迷路 散会 这有如啥吗 有 我跟姑娘家买的 写的谁没有 写的姑娘表 那你不还是没有 不等于你没有吗 还得来个倒插门 咱都不说的 咱俩一月 你又工资 我要工资 咱俩工资的话 也花不了多多钱 那你的意思 咱俩工资 还得搁在一起 这刚才的花呗 老铁们 今天这位大爷 真的是小刀 辣屁股 着实让我开了眼 不仅要倒插门 还得要对方 掏钱共同生活 更让一难平的是 大妈最后的选择 今天来相亲的这位大爷 真的让我傻傻 看不清楚 七十多岁的人了 离婚三十多年 竟然还跟前妻 同住一个屋檐下 真的是划天下吃大鸡 离天下吃大骨 您前妻是92年住离了 对 那92年到现在 这个30年了 出买房子在一起 也没搭 就现在这十个年 就是从来就不少 跟墨水一样 就是在屋里头碰着 两个屋两十人 反正我回来 他就进他的屋 我就自己进我的屋 我以为大爷一宿 住一宿就走了 我也不在家大爷 这多少年了 十个年了 然后你俩还同意屋檐下 他个家我就走 反正我这些年 走在外头 给你做饭 或者是做家政 一般我从来不在家 在家也就是 拿着衣服 转身就走了 他有时个家 我就给姑娘打电话 我说你给你妈 留长春节 我又是多高要求 要钱我就给他带了 为什么要赔他钱 他不缺钱 他工作的将近三千多 就是故意的跟你 对 哎妈 这前言不搭 后语的在这扯什么毒子呢 都离婚三十多年 前妻没有再找 你也没有再许 还住在一起 经济也有来往 这是离婚后又大伙过日子吗 那他是不是还想跟你在一起啊 不能 这多点连话都不说的 如果你以后要找到另一半的话 他不能回来再查一会儿 不得 孩子不能管你再找办吧 不得 孩子出来不管我的事 那孩子也不参合 然后主要就是看你自己 不参合 我自己想干啥干啥 他出来不管我 也不问 活了大半辈子 这日子过得不明不白 不清不楚跟江湖似的 我想也就您自动蜈蚣吃萤火虫 心里明白 咱也不知道跟前妻是闹啥矛盾啊 还是想躲清静啊 如今在找老伴 大爷就想找个有房呢 离开那个是非之力 我就去找一个家有房 房子是住的啊 能够没啥负担的 哎 像有孩子啥不肯老的 俩人一起捋旅游 留着想吃啥 就是买点啥 刚才好快乐乐过每天的 到时候俩人没啥负担的 对不对 俩人都一起 放的钱放的一起花 有病有啥的东西 有事儿咱们 真是不知道钱再也够花 至少咱还有点积蓄 就您也挺追求品质的生活 我说大爷啊 咱长得不怎么样 想得倒是挺美哈 找个有房还得往外掏钱的 怎么想的啊 好事全让你给占了 真是鲁班门前耍斧头 不知天高地厚啊 可大爷说了 自己也实属的 主要想往家里领人 闺女不同意啊 要我说 小红娘这种情况呢 就不要给介绍了 这不是纯粹搞事情吗 了解完大爷的情况后 红娘找到了目前还在打工 一心想搞钱旅游的大妈 你现在爱好还挺不够的呢 没啥爱好 爱好劳动 第二部的真爸说是谁说打工啊 真缺的是钱 您不是有退休金吗 有那么一点点 那是少 退休金不够你花吗 分杂花吧 节约花那是够 要是普通浪费一件衣物钱还不够 每月都买衣物吗 那都不得 我这好像到八十也不用买了吧 应该够穿了 那阿姨现在打工这事 打得打到啥时候啊 就自由了呀 按自己年龄吧 得这么说 都不应该打工 咱们经济状况不行 所以说出去打工吧 还可以 因为我能干的 我就想继续先干着 我喜欢旅游 但是这不挣钱准备旅游吗 这不是搞事情吗 人家大妈想找个舍得 给掏钱出去游山玩水的 你偏偏给找个一心 想和你人倒插门的 这不是故意搞事情整花活吗 今天这位叔叔喜欢旅游啊 哎呀那要是 那这我听那啥挺感谢的 真要如果能跟他结合再见 他喜欢旅游 你也喜欢旅游 行那咱俩看看是不是 那看看吧 谁不喜欢旅游啊 关键的掏得起钱啊 两个人见面后 大妈也不啰嗦 十本主题你有住房吗 今天这有住房吗 有住 我跟姑娘聊了 买的 写的谁吗 写的图片 那你不还是没有 这不等于你们有吗 你这不只有住的钱吗 住有 那也是你找老伴 我家里人平 那你这还得来个倒插门 大概不说 还是住房呢 不打算住房 大爷这倒插门说的挺硬气 挺理所当然啊 本以为能把话说到 这脸皮已经够厚了 没想到接下来大爷的话 直接刷新我的三观 你要出去旅游玩去呢 他俩要旅游工资 我们要工资 咱俩要工资的话 也花不了多多钱 那你的意思 咱俩工资还得搁在一起 这刚一得花呗 花手给我来拿呗 不过我的天 你要上出国玩去呢 出国玩也花不了钱 反正我是愿意旅游 愿意旅游 我也想着住房子也要走 但是还没走过呢 因为啥没人花钱呢 现在如果找到你 有人花钱 可能肯定就要走了 你找个男的 要咱的花钱 咱俩人一都是 有工资高级花 不过我天天行 你一块钱不多 都要男的花钱 那完了想法 你住房里面有 你还得上这儿住房 你住房多少钱呢 我就拿了房租金 我就最起码 我就住个人 那真不不不闹了 你就拿个房租金都可以 不闹了 真不闹了 你这我工资还往前往前拉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我滴个苍天娜 这是来了指什么鸟 不仅倒插门 还得让老太太 把退休金掏出来一起花 不够了你再往外掏 大爷哪来的自信啊 大妈是图你好看啊 还是图你放屁磨牙打呼啰 住在我的房子 我还得掏着工资 你是觉得工资一点都不想 不掏 说了花得多的他掏 要花得少 要在家待着 我还得养着你呢 本身你出去旅游 那不是说你成天给外边待 还是在家的居住时间长 你过去聊一会儿 可不是吗 找这么个老头 那不是背着娃娃推磨 天人不天劲吗 建议大爷家的闺女 还是赶紧把老爹领回家吧 别的这敲锣找孩子丢人了 可红娘说了 人家大爷不是那意思 都是误会一场 你有房子是不家 我的意思啊 这俩这些厨房的 能挺和他一起 对不对 工资高到一起 就随便花 想买啥买啥 想花啥玩啥 不够的生意 我全包护了头 我全挺 行 我再跟阿姨说 我没有化解地步 我再跟阿姨说 他自己说的 还冒了可以 我说没上线 他说没上线 我说那旅游天天 那还能天天一旅游 他说行 我愿意走 他是这么说的 他是这么算的 他是说那你天天旅游 那你肯定会还冒 那你还冒我都逃 那我还咋的 他是这意思 要不你再听听 听听吧 劝大妈别在这啄木鸟 飞上荒凉树 自讨苦吃 好些不惨臭狗屎 多远点 可咱也不知道 大妈哪跟嫌不对 还就想再跟大爷搅和搅和 那你说的 我在这工资 你想法 你还得上我这来 我这这个工资 还得掏出来 于情于理 于咱家 跟咱家 就是所有亲属一说 哎呦我的妈呀 别人最起码的说我 哎呦毛啊 真行 真是找我好老公 哈哈哈哈 你想想事不做过事 哎呦我的想法吧 妈跟你说两句话 嗯 为啥我找 有房子 嗯嗯 我家有房子 过得里去 我家姑娘不得要 因为他妈活着 对不对 他妈家说不在了 让我出了一些 说公知 也必是你公知我公知 再放在一起 再吃吃快喝 想买啥买啥 想吃啥买啥 想啥啥啥 钱的 你就不得担心 这可公知花 你想到这家一看 想你的环境 我一看的话 那就差一点去 天地先过 要说这大爷也是个人物 一边离婚不离家 一边还要找老伴 大爷你应该报名 梦想中国人 看看能不能梦想 召集现实 或者去一趟残联 看看有没有有钱 但是眼睛瞎了的 说不定有人能看上你呢 可大爷说了 别着急 这老太太 我已经快搞定了 我就是照你 我房子 我来也这么早的 你要认可我 对我认可你了 嗯 咱俩没啥一意了 嗯 对咱俩就按我的想法 就这样 咱们到一起 外边输了 要行了 工具都高到一起 你拿着也行 我拿着也行 就是我这工具 必须得先搁着 搁这里头 不是 咱们结合到一起 你说我放 以后你的全存进来 那咱俩就别谈了 反正我这一点 因为现在成了一家了 还结合到一起了 就够分你我 这是任务的 咱们结合到十年二十年以后 怎么样 就是过一天算 反正行 我这就这样 那不行 我这就把他 不是你说的 一说到就能做到吧 那当然都做 那不然这是 就是当着全国人 就是这样 这不是全省人 这不是闹着玩 说着玩的 这说一句话 每句话都得扶着人 来留下手机微信吧 好了 爸妈 别高兴得太早 就怕请神容易 送神难哪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迪 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评论区见 就正常夫妻生活 并没有了 正常私家的正常要求 是不是 啊 说想过夫妻生活 对对对 啊 他说啥呢 你带出去 把他就过来 就打 就打 丈夫找妻子循环 被一顿棍棒打下床来 这不是夫妻间的嬉笑打闹 小耳光带香风挠痒 拍着板 而是用了棍棒 你打不过人家 打不过 咋打不过的呢 咱也打不过一个人 我想了一下 这位打不过妻子的小男子汉 他是什么情况呢 相亲节目男嘉宾 李志勇 李大哥 月收入2600 身高不到1米6 老铁们千万别像有些人一样 因他可小就小看他 他的本事可大得很 胆子特别大 脸皮特别厚 刚才咱也领教了 面对红娘甜甜 毫不脸红的诉说曾经和前妻 为了被窝泥的纳点 破事挨揍的过程 接下来又在相亲节目中 对刚见面的女嘉宾 提出了过分的要求 把女嘉宾弄得娇羞尴尬 一场稀松平常的相亲 被他弄得味道特大刺鼻的难闻 其实李大哥也是一个很不幸的人 这李大哥还有早恋倾向呢 要是长得高大碎 还不知道要祸祸多少祖国的花骨头呢 往往是身体有缺陷的人 虚用性更重 李大哥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忍受着常人无法理解的屈辱 自尊心自信心对收入到影响 特别是到了结婚的年龄 个头矮小的李大哥 无奈的接受了眼神不好的前妻 婚后的幸福生活没过多久 这种互不嫌弃的新婚幸福 没有感情基础 很快就变成了相互嫌弃 眼神不好的妻子 对家里所有的事那是心鸣耳聪 李大哥你这就不对了 有些菜就是大的好 你看大白菜大葱大枣 大萝卜大南瓜不都是大的好吗 黄瓜也买大的 黄瓜大的就不好了 说不定是会过日子贪便宜呢 李大哥呀这都不是事 你一个大男人 斤斤计较这些鸡毛孙皮 你不仅是个小 心胸也不宽广呀 李大哥说呀 他也不愿意为这些是闹心 可是后来这两口子的日子 因为棉妹底下之类的那些事 闹出了故事开头的一幕 一个被前妻棍棒打过屁股的男人 离婚后很想找一个温柔体贴 知冷知热真心相伴的老伴 红娘费尽心思 终于找到了和李大哥合适配对的女嘉宾 复制敏妇大姐礼 六十岁夜 工资一千六 有双保有住房 妇大姐的前夫在她的眼里 是个除了出轨别无缺点的男人 我感觉她挺优秀的 长得各方面都挺优秀的 除了这一点 就这一点 外的为人办事都非常好 傅大姐呀 你前夫在外面没人办事都好 那么回家没有经历你该理解 顶得她 自语的那片蒙古清清草原 过日子得了 可是日子久了 草原的面积还在扩大 傅大姐感到了压力 感到了赖 最后抬起小脚 恋恋不舍的把她揣了出去 离婚是最好的解脱方式 现在傅大姐找老伴的唯一条件 就是要忠诚手一 专一的呗 对感情好的 老铁们咱不得不佩服 红娘的专业水平 李大哥和傅大姐 一个要温柔 一个要忠贞 都是相互期盼的类型 就看这俩人能不能 用真诚敲开对方心灵的小窗 相拥生活 李宙友 大哥 傅大姐 你好 你好 李大哥 见到傅大姐之后 想起了上小学的班主任老师 长相就和现在的傅大姐差不多 年龄长相十分的可亲 不禁想入非非 多大年龄呢 今年 周飞是54 李大哥还在想着小学老师呢 十年前再次见到老师 那一年李大哥54岁 直到耳朵里传来红娘和傅大姐的嘲笑声 他才从回忆回到现实 五十六岁 哎呦妈 笑我一笑 这么年轻 是啊 帅的小伙 李大哥这是在相亲 不是见到了你的恩师 收回心神 李大哥再次看了一眼 酷似老师的傅大姐 诺诺的开口问道 大姐咱们听见面了 你跟我好叫大姐啊 我都跟你叫大姐 我都说了 我叔叔说 他还在啥 他咋的 他看我老大 看到傅大姐一副不高兴的样子 李大哥 安安欣喜 当年上小学有一次作业没完成 老师非常生气 生气的样子像极了现在的傅大姐 老师告诉他 我很看重你 你将来是个有出息的孩子 你要好好地完成作业 老师还照样喜欢你 从那时候李大哥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对你不类意就是在乎你 李大哥呀 经验主义害死人呐 你的感觉现在不准确了 那是你自己的 这个自己的想法 李大哥你看楼眼了吧 难怪你的秀真人生 矮然一等 婚姻不顺 今天的相亲可要好好表现了 李大哥这会儿回过神来了 现在是相亲 眼前的傅大姐 她是越看越喜欢 情不自信地对傅大姐 发出了灵魂拷问 傅大姐听了是胆战心惊 我这人吧 生理上没定 我这个男女帮忙的心情 不知道能满足我 李大哥呀 你个矮不惜眼 你找的是老伴还是尿怪儿 脸皮比长头还厚实 镜头前也没有存在感 当然可以坦然地说不介意 可是傅大姐别看六十岁了 比你吸睛多了 她能坦然迎对你 提出的荒唐问题吗 怪不得你前妻失忆 棍棒已成见 你这千高的水平可真是一流 服了你了 怎么着 你能不能满足我 现在就问我这个事 这啥脑子呀这是 怎么说呢 李大哥呀 六十多岁的人了 太冒失了 这次相亲肯定失败 回去你好好想想 接受这次教训 别再一门心思地 想着那件破事 你的诚恳和执着 会有人欣赏的 好了 老铁们这次节目到此为止 下期相亲节目再见 下期见 下期见